有放365的界面分为两个部分 左边为影片播放区 右边为字幕显示区 左下方为影片工具列 您可点选播放按钮直接播放影片 在影片播放的同时 有防字幕也会同步显示 您可以透过字幕显示区的滚轮 进行大范围的字幕浏览 当您直接在字幕显示区内 点选特定的句子时 左方的画面也会跳至相对应的影片段落 您也可以先暂停影片播放 点击字幕表中的任一个单字 例如Plantation 左下方的视窗会提供单字的解释 您可点选发音键 听取单字发音 Plantation 或是点选收藏键收藏该单字 若要查询已收藏的单字 只要点选简直键 即可开启单字收藏档案夹 开启单字表后 您除了可以看到完整的解释外 也可以听取单字发音 Plantation 您可在任何字幕的右方按下发声键 听取该句发音 使窗右下方为发声速度控制键 您可以自由调整发声的快慢 您也可按下收藏键收藏字幕 上方的字幕收藏夹 可以查看所有收藏的字幕 当你需要循环播放某段影片时 您要先从字幕显示区选取70片段 按下上方A图案按钮 该段落将被视为影片的起点 接着从字幕显示区选取字幕的结尾 再按下上方工具中的B图按按钮 影片即可自动重复播放 从A到B之间的段落 除此之外 也能对照全能音简和多异的单字 进行难易度的分析 您只要点选上方的单字分析键 选择想要查看的检验类别与等级后 字幕显示区中的文字将被标示上不同的颜色 代表不同的难易度 若您想要查看单字难易度的百分比 只要按上方的单字等级统计键 即可开启圆柄图 本软体提供听力发音测验功能 您可点击上方Practice进入 在听力练习中 每一题的开头皆有音档播放 听完音档后 请您从下方选取适合音档的句子作答 发音练习部分 您将会先听到句子朗读 听完朗读后 请您按下方工具列中的录音键进行录音 录音完成后 请按工具列最右方的按钮 显示评分图 系统将会开始分析您的录音档 评量项目包含 发音语调与流畅度三种 分析完成时 画面下方会出现标准发音和录音档比较 最右方则是显示单字的发音分数和评语